美茶室食物中毒出现新进展 博死者血液中的米酵菌酸成分 却是台湾首例 而过去类似中毒案 曾发生在印尼 东非 以及大陆 东北 会产生米酵菌酸的那个续菌 它容易在中心的PS值7.0 而且在温度比较温暖的情况 22到33度就会产生米酵菌酸 过去都是发生在卫生条件较差 潮湿闷热的环境 没想到如今台湾也沦陷 有专家推测 可能是米粉水 其实就受到污染 污染源头还得进一步确认 一时推测不排除是环境偶然污染 不过就怕菌重进入食物身体扩散 第一药物就是要尽速找到源头 杜绝传播 个人判断可能是跟木耳相关性比较大 那一般来讲都是在发酵的 像玉米粉 然后呢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卤制品 米酵菌酸在台湾极度罕见 有专家建议要纳入食品常规检验 这回彰化基督教医院紧急提供标准品 帮助检验结果提前出炉立下大功 不过事件首席案例 女性死者家属也质疑三重医院 还马街医院没有做好第一时间的判断 阳烟要提高 实际上的问题恐怕再引起民众不安 这个网络的网易亭特别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开启小铃铛